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俗称的迎序日 是女儿回娘家全家一起团圆 要好好吃一顿年菜的日子 因此东森新闻跟洛杉矶的吃货小分队 联手共同制作了吃货手机推荐年菜单元 今天要特别介绍南加州的景城里 这餐厅里面有一道经典的四川融派年菜 七里香苏谷 祝福美国华人 朱氏大吉 洋洋得意 通常来讲我们会觉得吃到嘴里 舌头的那种感觉才叫辣 才叫香 但其实对于这一道菜来说 你先闻其味就能已经感受到它的香酥之处了 这道菜呢它是由四川的川茶熏烤而成 我觉得味道是本身是非常的香的 有一种独特熏烤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再由川椒 以及白芝麻做的一些就是料放在上面 就是让它的口味可以更加的饱满丰富 它不会盖过本来食材的味道 它还是让食材有充分的入味 但是让舌头有一点点麻麻的在嘴 在嘴巴里面 反正就是有一点点辣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由吃货小分队推荐的七里香苏谷 特色是手工薰纸非常费时 一份要花两天准备 肉中茶香带辣 口感外酥内嫩 更多的美食的讯息 欢迎民众上官网查询